現在6分領先 所以投起來是沒有太大的壓力 這時候打第一球 代打的是李勝玉 形成了一隻洛迪安打 那李勝玉代打的是原本第六棒的詹子賢 郵中如他也是 這幫打得強勁 左半邊安打 目前至少看起來控球沒有落差太大啦 就是說如果說可以的話 把位置只要再修正一下 朝著捕手想要的位置去投球 過往像去年的成績啊 防禦率會這麼高的話 跟四十球有很大的觀點在 這球被他拉到了 優愛的方向打得很深遠 這個球打在牆上彈回來 可是兄弟的第三分應該是回來了 沒有錯 這是一隻二兩安打 周思琦代打見攻 差一點要扛一發三分砲 確實差一點就被周思琦扛出去啦 這也是變速球 但是投到了比較好攻擊的位置 目前看起來對左打全部都是變速球 這個部分可能要在配球上面再做思考一下 想要走江城峰的路線 嗯 而且也都是側頭啦 對 可是這個球真的就太甜了 那現在呢 變成五分差壘上還有兩位跑者 而且攻佔二三壘 郭山教練上來 還差兩分嘛 所以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還差一個上壘者 這個球 一雷手撲下去沒有籃到 高伍傑先回來 不過原本二壘上的跑者在三壘周思琦被擋住 兄弟再追回一分 變成了4比8 王偉晨掃出了此戰的第二隻安打 上來非常積極地做進攻 手套擺在外角 這球拉穿了三有防線 九局上半 中心兄弟已經追回3分了 我們回過頭來看一下八局下半那3分有多重要 喔 真的 這是伍多他招牌的一個變化球 對 可是投的也是比較甜 對 打第一球一壘方向的滾球 哇 結果 隆德利竟然讓球穿了過去 兄弟的第六分回來 黃偉晨 跑回本壘 這恐怕要被記上一個失誤喔 這個失誤來的真的非常的不是時候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剛才這球到底發生什麼事 目前從畫面上看起來他想要 隆德利想要在第一時間接到想要做一個雙殺的play 這時候應該好好考量到是不是因 哇 這時候真的就緊張了 許介鴻 射球 哇 劉介鴻一上來也沒有掌握到 但是後面 啊 無端又漏了 我的天哪 接連的內野當機 兄弟追到8比7 而且一二壘還有跑者 一團混亂的情況之下 一團混亂的情況之下 只剩下一分領先的衛拳龍隊 這球劉基雄一開始有機會 後面其實吳東龍捕位的蠻即時的 可是傳染也不錯 但是吳陀卻沒有接到 對 其實這個player其實沒有那麼困難喔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 台神SixTONES 中信兄弟官方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還有中信兄弟官方Twitch頻道 經驗用的女孩全新的專屬節目喔 PS的100種Baby 趕快訂閱全愛才不會錯過我們唷 一個月77人 還有三個月 還有六個月優惠方案 用電腦訂閱更便宜喔 快訂閱起來吧 將將 到達了